11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出席金庄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指挥伍时 就当前香港局势发表中国政府严正立场 习近平指出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 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坠续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直报治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我们将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 带领香港特区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已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已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已 上天来香港黑衣暴徒发起的暴力活动再次升级 烂香港的很多地方陷入火害 火灌熊熊香港甚恨累累 农营滚滚一切有良知的人悲愤不已 这把货是欲毁香港而后快的磨火 暴徒制称与落者同行 却无差别的欺凌手无寸铁的使命 制称和平示威却又组织有预谋的众火袭净 制成捍卫民族却遵循顺我者禅你我者玩的荒谬逻辑 制成捍卫自由却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言论自由 剥夺市民民意恐惧的自由 让他们无时不刻地处在危险之中 香港的暴力活动发展到现在 已经成为反民主反自由 反人权的极端优异主义的集中展现 事实上暴徒自己不就是反对派利渊的燃料 由国外媒体收尔律法文称 抗议者愿谣言妖魔化警察与香港政府 事实上那些颠倒黑白删暴纵暴的言论 很多都是反对派媒体制编制导的结果 在反对派中不乏破坏法律的律师 善尽失德的教师 披护暴力的假记者 他们通过线上线下的多种渠道谣言获纵 其中一些机构和个人直接携手 反华势力判过乱赶世人般的支柱 为了议席和支力 反对派躲在幕后三分点火 希望通过学生 要挟家长通过暴力 携制使命 他们是暴力的始终原者和罪魁祸首 三分点火还有西方反华势力 香港的暴力活动同样成为 他们抹黑中国 遏制中国的燃料 一些国家和机构通过金钱物资 及人员培训等方式支持反对派 不少香港组织和团体成为黑金中转账 这一事尽能皆知的事实 因为乘客将警方正常制法 与上线病狂的暴行混为一谈 暂时暴露出了他们与违法暴徒 内外勾结和血一气的真实嘴脸 美国副总统彭施甚至表示 香港问题是中美经贸摩擦的一部分 美国将和香港站在一起 一边利用香港暴力事件要挟中国 一边拉拢扶植青年搞颜色革命 司马招之心路人皆知 他们的阴谋轨迹注定不会得逞 军事学上有一种焦土政策 是指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 反对派和激进分子所谓的揽钞 其实就是为了达到成不可告人的目的 不惜把香港烧成一片焦土 另牵着痛仇者快的暴力活动 未但不能够再找香港 反而会将香港多年形成的比较优势损失殆尽 将香港的秩序财富和伦理禅食同时 事实上揽钞不过是反对派打出的幻子 香港成为焦土 外国势力必然会袖手反观 反对派大可拿着签证一都了之 最没有退路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普通市民 另来行为的是一把邪恶之火 拦禁了人们对暴力的隆冷和对激进分子的同情 一股正义的烈火正在燎原 反对暴力逐渐成为香港社会的最大共识 越来越多的市民自发维持秩序清理路障 帮助运送送矿的市民成为香港街头的最暖身影 当然邪火侍虐 法治是最有效的灭火器 支持赶紧依法看保是对法治最好的维护 也是对自由民主的最有利的捍卫 在大伙面前袖手旁观终将烧毁一切 或是蔓延前果断扑灭才是最好的办法 暴力布置香港难拟 一小撮极端暴力分子打扎香港新华社办公大楼 在大楼正门玻璃墙及外墙上喷吐侮辱性质局 并一度进入大潭进行破坏 郁家常人的破坏手段毫无顾忌的破坏行为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权民主 这就是外部势力所成长的美丽的分景线 简直无耻至极人身共愤 从袭击不同令缠的媒体记者 倒对不同声音的市民恶意相众 香港市民已经很清楚 反对派和激进奴隶一再煽动非法忧行几局 众龙暴龙打压一击就是要制造黑色恐怖 愿暴力胁迫各界人士愿谎言过嫌香港市民 每个爱护香港的市民都在内心呐喊 香港的乱局何时结束这样的恐惧要到哪天 越是一味龙冷越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所有新闻工作者礼当愿于发声 所有市民应该挺身制暴暴力恐吓新闻机构 绝不可能削弱制暴制暴恢复秩序的正义声音 伟欧持不同政见的市民 也绝不可能扭曲爱国爱港市民的心声 对新闻机构的暴力犯罪行为 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龙冷的 冲击内地驻港新闻机构 是对香港保障新闻自由有关法律的示意践踏 是对文明底线公许阳俗的严重挑衅 也是对香港同胞爱国情怀的恶意攻击 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必然遭到道义的声讨 就在街头暴力的现场 香港警方逮捕了至少三名反对派人士 这些自我标准的泛民主派不但不与暴力割洗 反而唯恐天下不乱世处落差 三暴重暴 他们分明是违法乱感的暴重 妄图瘫痪香港社会制造社会失联 摧毁香港法治和秩序 反对派反中乱感的拦着野心 迟早会制食其国反食其身 门要去磕 重点日乱 面对纯身极恶的极端暴力行为 沉默哑冷只会助长暴徒的气焰 所有关心爱护香港的世面 所有公正无私的新闻工作者 都为他站出来以坚定的信心和意志 坚决支持香港警方制暴治乱 对暴力犯罪毫不手软 绝不姑息 向暴力说不 为正义呐喊 将暴徒神之以法 对暴力违法行进追究到底 差能挽救香港 收护香港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